宋朝黎猫幻太子的主谋是谁? 他的地位尊崇。 史官不敢详细记载, 一提到宋朝大家就一个评价。 有钱,太有钱了。 在这样一个要吃有吃, 要喝有喝的时代里, 发生过许多匪夷所思的故事。 在大宋的民间, 有著许多传说, 其中人气最高的, 便是狸猫幻太子的故事。 那时宋真宗还在位, 他的皇后刘氏没有生育能力, 为了保证自己的位子。 他在李飞陈子时, 串通下人, 用一只剥了皮的狸猫幻走了孩子。 当宋真宗前去探望时, 没看到自己的儿子, 却看到了一个怪物。 宋真宗十分震怒, 下令把李飞拖入冷宫。 后来, 李飞将此事告诉了开封府的包拯。 经过包拯的精密探查, 最终水落石出, 真相大白, 而刘氏也自吻而亡。 那么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吗? 刘皇后真的是主谋吗? 其实在宋朝确实发生过朵子的事件, 这仅仅是朵子, 并不是用狸猫去换孩子。 而且主谋也不是刘皇后, 而是孩子他爹宋真宗。 由于宋真宗为一国之君, 史官也不敢详细记载。 当时的刘皇后生不了孩子, 而宋真宗的儿子也早造夭折。 这皇帝没儿子可不是小事, 夫妻俩也是挺住籍的。 刘皇后有一个婢女, 也就是李氏, 长得很是水灵, 不知为何被宋真宗临幸。 不久后便怀孕了, 十个月之后孩子出生, 这便是后来的宋仁宗。 宋仁宗虽是李氏所生, 但在其出生时, 就被宋真宗下旨带走。 由刘皇后抚养。 宋真宗当时应该认为, 李氏身份低微, 而这又是自己唯一的儿子, 将来肯定要继承皇位。 所以对外宣称, 宋仁宗是刘皇后所生, 刘皇后没有史书上记载的那么坏。 他后来对李氏也是十分照顾, 还打破规矩, 请求宋真宗纳李氏为妃, 但是并不允许他们母子相认。 在李妃死后, 刘皇后听从大臣建议, 用皇后之礼将其安葬。 后来在刘太后去世后, 有人向宋仁宗报告此事, 并诬陷刘太后堵死李妃。 宋仁宗听后大发雷霆, 将刘氏后人全部捉拿, 但在其开关验尸之时, 发现李妃并非中毒身亡, 并且李妃的坟墓也是相当气派, 宋仁宗才幡然醒悟, 刘太后虽不是自己生母, 但其抚养自己多年, 也是恩行难报。 所以宋仁宗追封刘太后是号张献名宿。 阿伟认为, 如果没有当初宋真宗的决定, 宋仁宗也不可能这么简单的称为皇帝, 刘太后所做之事, 也算仁至义尽。 毕竟能在人心险恶的后宫之中, 做出如此慷慨大度之事, 也值得歌颂。